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这个电影在您本人的票房史上已经算是 已经算是我的最高了 到现在有五六千万 五六千万至少不亏本了 但是你心中有没有过期许 希望它本来应该高一些 如果再高呢 我可能下一部电影能顺利一些 所有的导演都会这么想 那你看有的时候你像冯小刚 他觉得自己认认真真拍一个电影 票房上没有一个支持 他自己心里你觉得就有个气 我不知道你心里会不会有点寒心 寒心其实谈不上 因为我们这种稍微有点探索性的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观众 而是投资方 就是人家能够违反常规 然后能够投资给你 你主要是觉得能对得起人家就好 但是这种 许老师这种能 只算第二部电影公开发行 是吧 第二部电影在大院线 能拿到五六千万 而且从放到长眼来看 是赚钱的电影 这对投资人已经有很大交代了 这里你看就说明人各有不同 为什么我就觉得挺好看呢 但是为什么好像票房上 也没有几个亿呢 好看的电影票房都不高 你看2015年的好电影 什么一个勺子 叫师傅 这我们觉得就比那些煎饼侠捉妖剂 那肯定好看太多了 但是评价的体系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文太老师 你可能跟90后的小青年 什么之类的影迷 应该是他们的爱好 我觉得你要是给他做一期节目 你就听他们特别奇怪 那才是主流 但是我们是被时光 抛弃了一点点的观众 实际上咱们不怎么去看电影 看的少一些 可能这个里头是不是需要有点文化背景 就比如说 对于这个 有门槛 民国时候的这种武行 包括对于过去的这种 这种武林人物的一些了解 这个其实都是顺带而有的 就是一个商业电影里边有一些知识点 它是一个商业电影里的必须 然后我呢 做这个片子的时候呢 我还是就是按照这个世界公认的 这个大众电影的标准去做的 我讲的是一个道德的故事 讲的是一个信念是否动摇的故事 然后 就是 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的电影呢 它如果是按照电影史的标准来看呢 就是很多的 就是赚了钱的电影 它其实呈现的是一个小众电影的形态 赚了钱的电影 呈现的是小众电影 对 它反而是一个小众电影的形态 就是说它呢 是 因为这个如果是大众电影的话呢 就是你一定要做道德 做信念 就是你一定要做一个基督教 这个价值体系里的一个东西 这样子你才是一个大众电影 就像好莱坞的那种主流商业大片 对对 它有价值观 就是它 而且呢 就是哪怕我们不走那个价值观 它也是你这个社会的这个 成年社会的 就是这个中产阶级的成年人的一个价值观 它是作为一个大众电影 它虽然里边有年轻人的因素啊 什么的 但是 但是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和这个游戏程度呢 它其实是脱离这个 这你其实是一个小众电影的标志 所以在中国你只有做小众电影 才能够赚大钱 这是现在的情况 你就像最近这个太子妃生殖记 我觉得这火的这个程度啊 可是你就会发现它里边的一些方法呀 你还看这个是吧 你还看太子妃这个 对太子妃现在就很火呀 我有时候觉得啊 就是你这看怎么说 它的这种就是说就是比谁穷啊 反而成了一个草点 笑点或者说吸引点 这有的时候真像你说的 这好像是某种小众里边的那种 它呢就是小众呢 它等于有有几种 一种比方说文化高端的 那是一个小众 另外一个呢 小众呢就是 就是它也有快感 但是它那种快感呢 是它一定是一个自毁和反文化的一个快感 就是这个你如果从电影史上来看呢 它就是等于就是最最早这个美国呀 到美国这个呃 美国呢 美国这个电影呢 它一开始的时候 它是有文化的人是不看电影的 就是一看电影呢 是觉得降低身份 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个电影 我第二天我就没办法跟朋友相见了 所以是什么人看电影呢 呃就是当时是不会讲英语的啊 然后呢 这个这个比较贫困的啊 就是外来外来移民 然后这个呃 经济上很困顿啊 而且没有正常的家庭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等于被社会剥削的 这样的一个边缘的人群在看电影啊 所以他们的那个趣味呢 是呃就是要有要有反文化 要有要有自毁性的 这样他们才能获得快感啊 但是后来呢 这个好莱坞就是这个美国的电影人 他觉得不行 这样子这个电影呢 永远赚小钱 呃就是就是呃 这你你这个有文化的人不看电影 这怎么办啊 所以呢 那说你我就一定要把他的价值观啊 就不是毁灭而是建立 然后呢 这个呃 要要扩大到让知识阶层 让这个呃 这个正常 就是稍高一些的工薪阶层来看电影啊 这样的这个大众电影才才发展起来 哎 他这有点意思 所以我现在总觉得啊 就是你对这个所有广受人欢迎的东西啊 也不能轻易小看 他必定也有他的原因 所以我们可以给徐老师出个招 就是你下一个电影啊 在不损害品质的情况下 你学冯导 把吴亦凡和李一峰给邀请来 就是演宋阳那角 哎 出现几分钟就涨一个亿 因为对商业电影这个是有规律的 哪个李宇春加进来大概能加一个亿 吴亦凡加进来能加1.5亿 那你来几个配角是这样的话 再加几个演技特别好的一搭 也不伤害你电影的 我估计你师傅要加进就是老炮里边那俩年轻人 涨一个亿应该都不太大 你甭说老炮了 就上个礼拜我们节目请吴亦凡做了两集 你知道平常我们的官方微博最后留言就一百多 这吴亦凡一来几千 而且就是而且你知道他自成一个 一个一个群体 这些群体他你要他互相都很注意 比如说要是有人骂了句脏话 马上就会有人说啊 这个凡凡的粉丝不准骂脏话 我们要维护凡凡的好形象 我觉得这个好玩 但是咱们现在就先别聊小炮啊 咱还是聊这个师傅 师傅 我我觉得这是应该 我们虽然是马后炮 但是也要给他宣传一下啊 这个放放宣传片 你徒弟提了七家馆 战绩非凡的 我的徒弟 我还是为你徒弟准备的 高手的生死军了 一记的心态啊 今天我求一个人活着 这个人离我两百年 我信念不强 再也 这次就是我说还是这个写的我比较别开生命 过去的比武比的是权还是比的是这个家伙 呃 就是以前的其实正式的比武呢 都是比兵器啊 然后呢 这样子呃 呃因为比权呢比权一定会死人啊 所以比兵器不会死 反而反而不会死人 为什么啊 呃因为这个 因为因为这个呃 好好好控制啊 就是你你能受一点皮外伤 然后事先我们有一个默契就不往要害上捅 是不是见血就停了 人就死不了 但是比权呢 因为他他这个这距离太短 然后呢这个凶险性大 因为这个这是历史验证了 就是说在这个因为国民党呢 他这个这个呃 这这个蒋介石这边建立民国政府啊 然后定国都为南京之后 他首先办了两件事情呢 就是国民党变办了这个武状元的科举啊 那就是当时的全国呃 武术家的这个国考 一共搬过两届 国考呢 是有有有有权斗 也有蟹斗啊 但是蟹蟹斗呢 不会死人啊 权斗就会有死人的情况 而且这次我看你就是 哎徐师傅是动作指导本 本人呃 但是你说啊 这个很多咱觉得非常实在的这种这种对打呀 呃我有点不太懂 他跟秦拿有什么不同 哎他就是因为以前有句话叫好拿不如乱打啊 他就觉得这个你把我拿住了啊 但是我这个脚我可以多你的脚知道 就是我我这一顿乱乱打 呃那个是因为有很多的民间谚语啊 他都是都是被这个武术人自己传出来的 他传出来之后呢 他起到一个屏蔽技术误导众生的作用 哦 哎就是你要 因为这个武术啊打一次 其实技术就外泄了啊 然后这个中国武术的这个特点呢 就或者说他这个什么是黑手 黑手呢就是这个连拿带打啊 你看就是这个拳击呢最大的反规 你看拳击比方有一个反规动作 你哪怕是阿里 拳击一定是实验实施的 要不然呢就没法打 就是你的拳头过来之后 我这个手一上来 我把你的拳头扣在我的肩膀上 然后这个拳头 这就连拿带打 连拿带打 这个 这个不行是吧 这不行这就是犯规的嘛 哎 然后呢这个还有像像泰森似的 你你这个呃 胳膊一过来 然后我我我一下把你的肘部抄住 你就动动还不了了 嗯 然后抄住之后我把你向我这拉 拉完之后这 拳头在打 这就 这两边受冲击 他就 人一下就得内伤了 哎 这都是拳击的犯规动作 然后所以有人 有人呢 问我说这个 呃 什么是八卦掌 我说那你把 历届拳王的犯规动作集中在一起 就是八卦掌 哎呀 瞧瞧最黑的一种找法 这说明不犯规中国人赢不了 哈哈哈 搞的小动作 像这样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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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刚才讲到的一点呢 又让我想起这个电影里的一个讲究 就说中国的老规矩里啊 有没有特黑的地方 你比方说我就 这个电影里提出一个命题 就说就说天津过去这个武行 嗯 不交真的 嗯 这个开个武馆 说一辈子只 最多只交俩真的 对 这是怎么去意思呢 呃 意思呢就是说是 呃 我教你这个就是教你杀人 啊 就是说那个一个大班啊 啊 五六十个学生啊 啊 这个个个之后都成为凶手了啊 这这个 那人徒弟拜您这师傅学了这么多年 您都给人来假的 呃 不是 就是也是这个强身健体 然后培养抑制啊 但是这个江湖黑手呢 我一定得交给厚道的人啊 啊 然后这个其他的这个 一看他就将来会是亡命徒 这种人你就你就不能教他 你觉得这算坑徒弟吗 我觉得徐老师说的可能是 他就这个呢 除了因为我们现在很难理解 就是以前的这个民国和清朝的社会 是什么社会呢 就是他等于是一个武术里没有掌门人 哎 但是大家族大户里边一定有掌门人 掌门人意味着什么 就是最大的财富给你啊 你其他的弟弟妹妹都是分很很少的钱 对 这样的我才能够保证呢 你这个家族的就是一支独大 一支独大 所有的财产都在你这儿 一支独大 这家族能够兴旺发达 你要不上一代 这个好不容易弄一个家业 你有七八个儿子一分 你们家就垮了啊 所以呢 他的他整个从民间的这个家庭的制度 他都是要保证一支独大的啊 所以真传两人这个跟 他是一个社会普遍的意识 这个不单是武行 包括这个我我做一个烤鸭店 我做一个我做一个丸子 我烤肉计啊 我的我最后的那个配料的绝活 也是只传一到两人 哦 这玩意有点单传的意思 对对 我跟咱们现在讲究的要普及 他就是背道而驰的 咱们普及呢 是对 普及呢 是因为在片子里边 为什么会提到这个 你们不叫真的普传 那是因为当时国家有有有危机啊 所以呢 他就是这个武术家要要有 看我能不能训练军队报效国家 这样就意味着你要把东西交给军队 那我那我既然可以交给军队 我为什么不能交给都市里的 好物的年轻人啊 所以他就他会存在这么一个 他其实是一个道德和违反传统的一个困惑 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 我藏着藏着掖着 是是是 现在要是想起来发现 民国不仅是说什么人文思想的黄金时代 其实他对于武术来说也是古往今来 可能最大的一个黄金时代 那个民国这个朝代消失了 整个武行这一块也消失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是是 就就就包括您说那个唐朝的时候 人上武 但是很多朝代 你比如像宋朝什么之类的明朝 他会收兵器的 你你不能练武 你要是私交场子 进武 进武的 但是所以可能民国是一个特别特殊的 一个对武术的一个现象 也是我们特别怀念民国 就是其实民国从某种意义上讲 也很容易被误读 这你得多方面看 他某种角度上讲 也是个很糟糕的一个时代 内忧外患 可是呢 又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好像是 是 那是不是说今天没有高手了 像比如说尚云祥 就当年行一门的这些 没有这个李存毅这样的高手 肯定没有了 这就是还是有 有啊 但是就是慢慢就是去访吧 这样 在民间可能还有 不是 因为王家卫已经访到了 王家卫访谁啊 他的纪录片里有 就是他的 他是等于普遍普遍摸了摸了一下底 对 你说 这就是小小男孩的问题了啊 那就是 咏春拳厉害还是行一拳厉害 呃 这个王家卫组织过这种比武啊 那那那我就 我就 我就到时候我再问问他吧 哈哈哈 我跟你说 他选这个廖凡演这个主主角的师傅哈 听说还有个原因 说廖凡长得像李小龙 哎 对对对对 所以我现在不禁要给大家看看 也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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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啊 就李小龙的寸拳 嗯 那么可以看一下 嗯 嗯 你看 就是连带着这个电影里表达的一些哲学哈 包括李小龙 我们就有一个问题 像去年是李小龙好像是名诞多少年 是吧 哎 那个时候你知道吗 我李小龙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这 可是那个时候我看到一个外国中国的留学生啊 写的一个黑李小龙的一个文章 哦 但是他里边说的有些逻辑呢 也让我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聊 就是他就他就比如说他说李小龙到现在呃 呃传的那么神嗯 但是并没有他真正跟任何一个算得上高手的人 比如他没参加过正式的格斗比赛 嗯 也没有这种记载 只是有一些传闻 比方说 跟那个罗里士 嗯 美国那个红手套冠军 在拍电影的间隙 好像是比过嗯 比完了之后 罗里士就表示说跟李小龙动手无异于自杀 哎 等等好像还说当年碰见一个少女啊 为了个少女打走了几个流氓 但是这些东西真伪啊 很难确定 就是说这篇文章等于说甚至提出来就是说哎 就是说中国武术很多人都是这样 哎 说他到底打过谁 如果你真是为了宣传中华武道 那么最简单的方式你李小龙参加一个比赛 嗯 这不是能最好的把中国武术传遍世界的方法 但是你为什么从来没有 呃 他呢是 他不能参加这个武术比赛 啊 什么原因呢 就是呃 因为他当时呢已经创立了自己的学术的体系 结权道 哎 因为呢在民国啊 延续到这儿呢 习武的人是体面人 啊 然后你让习武的人呢 去光着膀子去参加外国人的这个 呃 他觉得这是降身份的事情啊 所以呢 他呢 李小龙呢 当时参加这个美国的空手道比赛的时候 他是以那个师傅的资格和身份去参加的 嗯 然后参加的时候呢 这个呃 因为空手道呢 他是东方文化 就是他说你这师傅级别的人呢 我们就别这个 弄开膀子去去打了 但是呢 师傅之间是有试手的 北方管这个叫叫搭手 他是跟那些人都试过手 啊 然后你看包括这个 包括寸拳也是一样 哎 就是说你 就是他能这样的给你打出去 他是 这寸拳的道理呢 其实 呃 因为这是北方的门派啊 包括南方就是都要练的 它是一个武术基本的 啊 他是就是 比方说我我这个 他不是说我只打这一寸 或者说我有电机 有别人解释 就是甚至有外国人解释成生物电 就是你看比如一般人打拳怎么有力量呢 我我利用这个运动的幅度 我这个鸽背的幅度 然后再再强一些的人呢 我这鸽背的长度可以延续到我后边的肩胛骨 啊 然后这样的我我运动起来 我我有一个利弊嘛 对我打的力量却大 但是李小龙他们练就是武术为什么要站桩 还有永春为什么要练小念头 就好像我这个只是动了这么一点 我完全没有运动的长度 但是其实呢 我的我练的是从我的这个腿到脊椎到这条鞋 啊 我把这个鞋练练出来了 啊 所以你看着好像我只动了这么一点 但是其实我是从腿到这儿 这么一个长度 我这个我这个长度比你这个轮胳背的长度还要长 啊 力学啊这是一种 对这个这个说破了就是这个 但是呢 我都知道这个道理 但是但是你你谁能把它练出来啊 所以呢 这个呃就是哎你能把这个练出来呢 就就可以登堂入室 你有这个继承权了 你看还有人就讲叶问 这都是现在的中华民族的英雄了 但是呢也有人就黑的这个人他就说了 那叶问到底有没有打过日本人 有没有跟谁正式交手比赛的这种可信的记载 叶问的战绩呢 就是也是因为叶问是一个师傅本的 所以呢叶问呢一到了香港之后呢 他呢就他自己是不能给人比武的 大家把脸面都撕破了 以后我要立永春怎么立啊 啊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 这都是你的都是被你伤害过的人 然后这个所以呢他就培养出了一个徒弟 这个徒弟呢叫黄春的羊 黄春的羊在两年里边呢 就就轮番挑战香港的武馆 啊就跟这电影里说的一些是的 哎 然后呢就是就是因为大家不知道永春是什么 然后你有一个徒弟挑挑战获得成功了 然后哎呀我们认可 从此有永春啊有有有有叶问 你看这个中国文化就所以武术文化在大陆根没了 可能在香港台湾美国这些地方还真是有存在着这种规矩有可能存在 而且他跟这个咱们现在所信奉的就是这种所谓西方的这种科学体系和评价标准呢 我觉得你很难那么论对吧 对对对你看西方人就觉得这都是什么都摆在桌面上 要试试就打一下 那么全全体公认 但是这个这么神秘 这样的一种有空间有余地有留白 哎给人留有活路 哎可能是以暴力为这个这叫什么为主要武器的武林孩呢 他追求的反倒是一个和平的东西 对有可能这个电影里边经常会说我们为什么要打仗我们的目的是为和平 武术人可能讲究的也是这个东西 因为他就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啊 首先是普遍有一个自尊心啊 所以什么是面子呢 就是说你不能是虚伪的面子 他一定是大家真切的有一种有一种自尊心啊 这自尊心不是以伤害别人的 所以呢再再绕回来呢 就是看这个冯国章 他是怎么当这个中华武士会的名誉会长的 他呢就是你首先呢都说是北洋说是龙虎犬啊就是狗 但是呢就大家说怎么冯国章是狗 他就要是那个民国的时候呢是这个受戏曲的影响很深 就是官公的这个闸刀啊龙炸虎炸和狗 狗头炸狗头炸是管老百姓的包工的包工 他是从那个从这个扎美岸那个地方来的 对对对对龙炸哎哎这个狗头炸是管老百姓的 对对虎呢就是断其锐 所以这冯国章来的时候呢你首先官员啊进进民宅 你不能穿官服不能穿必须是便装不能穿他的军装哎 就政府的那种哎然后来来完之后呢大家做了不能吃饭啊 啊就是以前中国呢就是上等的礼节就摆上饭大家不吃啊 然后次一等呢就是吃但是不能吃米饭 就大家光喝酒就是连吃带喝的这就是行 所以他来了来完之后呢这个哎就这个都摆着摆着之后呢没有没有冻筷子 然后就喝了一杯酒 然后说这个哎说这个哎实在这个不胜酒力啊多谢 然后就走了啊就是说就官是不能官进民宅以前是一个巨大的哎就是禁忌的就是你你不能落这个扰扰民的啊所以来了来完之后他这一杯酒 然后中华武士会就成立了然后他干的什么事呢就是就是北洋军费就拨这边就拨到这边就是军方的前进了这个中华武士会 对他他不是靠到大街上收土地挣的钱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从清末呀呃延续下来那个传统呢就是他这个正就为什么会有中华武士会在改变都市结构 因为呢这也是清末的一个传统就是政府机关呢一直是要精简简朴着来你看中国杀人杀人没有杀人的刑场一开始呢在菜市口后来在天桥 然后这些官来了之后呢他们他们连的呆的地方都没有啊就是说找到刑场旁边一个商铺啊 然后说这个哎呀我们开时辰到之前在你这喝茶的地方你在你这借地方喝啊 没办公室对没有办公室就是刑场都都没有所以呢这个他要他要就是他总是觉得都都市应该应该街面应该老百姓老百姓自己管 所以这时候呢就是武行起来之后是来管管这个街面 哎民间自治这种坏坏哎呦跟江湖的可一个大区别武行又是维持秩序的 对江湖是破坏秩序的两个人是很对立的一个东西 哎呦但是这就像你写那本书啊消逝的武林 我觉得你看听这些引人入圣可是多少人大部分人永远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身怀绝技练出的这种啊还这东西很值得研究就人的这个发劲 我觉得这种力学但是就从此就失传了 这种力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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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学